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不是一件要十几万 这可能都要问于美人 他甚至还秀出来今天一早 这个新闻爆出来之后 于美人就传了简讯给他 就说巧心早 当初我送你的衣服不是LV的 只是节目穿过的旧衣 承蒙你不嫌弃 当时我们都很开心 没想到时隔多时之后 竟然会造成你的困扰 真是始料未及 如果需要我帮忙出面澄清的话 我是很乐意的 所以我们看这个巧心 他也有讲到说 这个衣服 其实他通常在 平常来上我们节目的时候 他都有分享 他比方说上网路去买 他其实对于穿衣服 他就觉得说 实穿 然后平价就好 我们来听听看 直播的时候所秀出的这张 声称是LV的连衣裙 其实根本不是LV 而且我取得的价格是零元 这件衣服是于美人送给我的二手衣 它的价格是否是十万元 那各位是可以向于美人 美人姐来求证的 如果今天真的要看一件衣服多少钱的话 我现场脱衣服 我是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希望我要脱光 他们才满意 所以我想要问民进党到底想怎样 要把我的裤子也给大家看 有需要这样吗 你要攻击 要有限度 对 现在真的是好像没有限度的 在狂打许巧心 一举一动 到衣服 是不是接下来连发型 什么任何的细节 全面都要被放大镜 显微镜般的检视 那民进党现在甚至要喊出来说 要罢免许巧心吗 你看到有一些相关的这个绿营的 比方说网路节目也好 或者是上自由时报的这个网路版 他们也在那边讲说 许巧心该不该罢免吗 然后还有说民调不满就多少 就是反正一边打许巧心 一边打民众党 那这边连这个486也说带头喊支持 希望能够罢免许巧心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办法上面 选办法第75条 公职人员的罢免需要由原选举区的这个选举人 向选举委员会提出罢免案 但是就职未满一年的 是不得罢免的 所以现在还言之过早 可是现在感觉到是不是他们要累积 这样的一个仇恨值呢 因为越吵越臭嘛 就像是之前高宏安也是用类似的方式 反正黑韩产业链 这个黑心产业链 现在全面的动起来 但是会不会这个黑心产业链 很快就要翻车了呢 因为我们看这个许巧心的老公 温朗东讲说 你这个是特权免兵役 结果刘彦里就伸出 他的右小腿拿出证据来看 拉起库管就说 他其实右小腿是有肿瘤的 而且有这个病例跟诊断文件 还有一些佐证免服役 马上这一个温朗东就说 这个不好意思 道歉 他说因为我跟你不够熟 这是什么样的道歉呢 他说在此我郑重跟刘彦里道歉 我们学生时代就认识 可惜没跟你混熟 以至于当年我没有资格 劝你不要娶这种老婆 对此感到抱歉 首先我们要讲 就算再熟的朋友也没有资格劝 人家想娶谁关你什么事 而且你这种道歉的方式 你根本就是假道歉吗 你看看网友们讲说 这就是民进党式的道歉 人一律 那我就堪律吗 那再来反过来 小新就讲说 那你如果你是这样子来指控 他的老公的话 他说那你不就是装疯逃兵吗 温朗东就说 喊告要求偿150万元 只准你说别人 不准别人反击你 所以你之前不是也是暗示 这个刘彦里全是逃兵吗 那你怎么 一句这种不是道歉的道歉 就想要拖过去了 再来你看看 现在三立更是无所不用其机 他们这个标题 我来帮他解密一下 齐底许巧新 姐夫家族 然后孤障是这个 十大重型通緝犯 因为最近我们不是在吵说 有些人搞不太清楚 孤障其实并不是姐夫 那结果他还是特别写 孤障是什么呢 原来是姐夫的孤障 也就是说 姻亲的姻亲 也就是说 扯很远了 已经跟巧新的这种核心家族 已经没啥关系了 他的姐夫的孤障 这次不是写错 真的是他姐夫的孤障 所以非常遥远的一个距离 然后是一个什么 十大重型通緝犯 反正现在越扯越远 湘明就说 你已经看不下去了 是现在真的是 要把巧新往死里打吗 而且他们讲说 这个大姑父 大姑父 我们已经不知道他在讲谁 反正就是什么 又诈骗股东 三菱新闻独家访问 曾经被杜炳城诈骗的合伙人 跟女性友人 控诉杜炳城 不只诈骗许多人 还是个恐怖情人 还涉嫌逼人拍 不雅影片还吸毒 那关徐巧新什么事呢 就是你讲这么多 只要标题下了徐巧新 我就达到 这个黑徐巧新的这个效果 反正负面声量 不就是网路声量 我们常常会看吗 就跟你累积下去了 人家不管三七二十一 就是跟你徐巧新有关了 很可怕的一个打法 那只要扯上巧新 就是他们就已经成功了吗 那这就让大家想到 那时候黑寒也是这样子 李嘉芬的弟弟 他们讲说 什么家族稻财杀石 说底下埋了多少东西 结果后来开挖 啥都没有 那你也没跟 人家韩国瑜道歉 现在又要用 同样的方式来黑徐巧新 只要跟他扯上边的 通通都算在徐巧新头上 所以这种黑法真的让大家觉得 真的是没有没有秀下就不断的秀下线 没有底线 那我们看一下 今天国民党这个刘采薇就讲说 那这个黄杰 你的妈妈曾经被人家讲说 质疑加入老鼠会 难道你黄杰就是老鼠杰吗 就是碰轰杰吗 真的不要这个无限上纲 我们首先来问一下 淑慧 我想是这样 过去被民进党盯上的人 大家都说你祖宗十八代 都会被翻出来 但是现在巧新的事情 更了不起了 别人的祖宗十八代 也要算在巧新头上 我们刚刚看到 说是说什么 巧新先生的姐姐的故障 那个是别人的祖宗的十八代 请问一下 干巧新什么事情 不信徐也不信刘 我们连他姓什么都不知道 而且也不信杜 对 就是别人祖宗的十八代 大家在听我讲一遍 巧新先生的姐姐的先生的故障 这个连在那个 殷亲的祖母里面 可能都连不上去 然后也要硬扯到 巧新身上来 这个就是民进党在黑心产业链 越来越发扬光大的地方 这一波里面 民进党下的older 每一个字不知道价值是多少钱 那今天看到他们去讲到 徐晓星的穿着打扮 我告诉大家 我们真的觉得好可怕 这个在逼大家什么 逼政治人物装模作样跟作假 我记得当年我在台北市政府的时候 有一个年轻的新科议员 他在当选完没有多久 被召到说他开宾室的上班 结果新闻一出来 两三天后 他就赶快去公车站自拍说 我都搭公车上班 这个在逼什么 造假文化 假白文化 何必呢 你就是买了几宾室车 你怎么样的财力 大家还可以好好的检视 我现在都替巧新庆幸 他的iPad是辉文歌送的 后来那个名义代表 不是自己买 有房子还得要骗大家他没房子 要装穷 何必要装穷呢 对不对 你的财力就是公开让大家检验 有什么关系呢 巧新他为什么会被拍到 他有这些穿着打扮 他不装穷嘛 对不对 很多人家里可能都是名牌 可是出来的时候 穿着非常的 好像寒酸简朴 晚上或是出国去的时候 大家就会看到他穿着名牌打扮 这个叫什么 假白文化 装假文化 装穷文化 没有必要这样子 我觉得台湾的政治人物 很多都是在装穷 事实上呢 事实上呢 真的要讲财产申报有问题 我以前在节目上常常举一个例子 我至今觉得他非常有问题 民进党的陈廷飞立委 我曾经追踪他大概十年的财产申报 都是零 什么都是零 活存也是零 定存也是零 土地也是零 房子也是零 车子也是零 十几年的立法委员 什么都是零 好 也就算了 然后他有一年参加台南市长初选 黄伟哲指控他 花了上亿元初选 然后他在节目上喊冤 没有 我没有上亿元 我只花了几千万而已 我就觉得很奇怪 那你什么都是零 那你几千万哪里来的 这才叫做奇怪嘛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如果站到说刘燕李必须把裤子撩起来 让你看他身体的影集 许小新必须解释他身上每一件衣服的来源 那代表什么 他真的跟诈骗案没有关系 所以民进党开始歪楼了 大家有没有发现 民进党开始歪楼了 开始乱打一通了 对 所以我们刚刚是在讲说幸亏巧新那一个顶级iPad 是辉文歌颂的 不是他自己买的 不然又要被黑了 但是我们其实平常观察 巧新真的是一个蛮低调的人 因为很奇怪巧新穿的就是 比方说网购的衣服 也要被侧衣讲说像窗帘 穿的让他比较体面衣服 又要讲说是名牌 那到底要人家怎样呢 现在真的看起来真的太低了 就是你现在已经没有在针对事情 再做出质疑了嘛 当初这件事情大家一开始的时候 大家是想说是他大姑的所谓的诈欺案 涉入诈欺案 是这个案子 就现在已经打到说 连巧新穿什么衣服 都要被放大检视 拿显微镜来检视 甚至还要比对说 这个是不是LV了 就算是那又怎么样 我说我退去一万不敢 如果他今天 又他自己赚了薪水去 他存钱买了 那又怎么样 不能穿吗 当然可以穿 那为什么民进党难道没有人穿LV吗 你敢说民进党没有人穿LV 当然也是有 那今天他如果是 合法自己赚钱的 是他爸妈妈妈给他的钱 他去买 他自己喜欢东西 有什么不行 何况这个是余美人 美人姐送他的东西 你有必要攻击到 已经到能够歪楼的地步 那我个人觉得 巧新也不需要跟他们 再继续打嘴炮了 就不要回应他们了 因为他们现在已经没有在 针对就事论事来讨论 他们现在全心都在 抓到许小新 等于抓到流量密码一样 就是看到许小新之后 不管什么事情都往他脸上贴 对他们这些人来说 我就抓到流量密码 跟抓到通告费一样 可以马上的攻击许小新 所以我觉得 这个也不需要再理他们 今天巧新过去在问证的表现 像大家有目共睹 他打炸没有问题 但是问题是 现在绿营有在针对 他大顾的事情在做出质疑 已经没有了 因为他们可能觉得 的确这件事跟小新 根本没有关系 所以开始往他老公身上抹 开始往他的所谓的穿着身上抹 所以我觉得这已经开始 已经在乱打一通 打得越来越柔 昨天他老公自己也出来 把小腿 把他过去的就诊资料 全部拿出来给大家看 没有问题 如果当时他的确是这样的情况 那我就问 你们这些人到底现在在打什么 难道每个人一定要 比照你们这样子的想法 然后去跟你们这样做事吗 而且重点是 你们打歪了 道歉也没有诚意 所以我觉得你看 这一波的这个问题上面 其实很多民进党的这些名单 没有上车 就是这几个人 从到尾就看到 都是这几个人在骂 其他人为什么没有上车 他们觉得这个也太荒谬了 如果真的要扯的话 我跟你讲没完没了 而且会变成回力表 民进党我就问 难道你们没有人逃兵吗 对不对 然后难道你们没有人穿名牌吗 难道你们没有人家族企业的 家族的人是有涉及一些案子的吗 所以这变成连环暴 所以现在这个事情 尤其在520之前 原本应该是在于党要去质疑 要去提出所谓 看所谓的新内阁 或过去前朝的一些科救 要提出一些质疑跟监督 可是你看 现在这些人是用所谓的乌贼战 让这些可以监督的人 是平于奔命在回应这些东西 就达成了他们一个目的 没有人监督我们 分散巧心 分散他们的注意 所以我觉得巧心现在应该 不用再理他们了 好 来 问郭远哥 这个案子 当然这案子是旧案 我跟大家解释过 因为他被搜紧禁件是 3月27的事情 就是徐晓星的这个大姑 但是他这个案件曝光 是在4月13 官方朋友你要了解 这个关键是在这里 这案子在台北地研署 现在台北地研署的检察长 下个月就是法务部长了 所以是准法务部长 这个案子在民进党的手上 这一定要操作的 就是说关键我也觉得 为什么这个各种的这种 对巧心的攻击这么的 炮火这么猛烈就是 本来就看你不顺眼 刚好你大姑又这个 这个要等到你大姑有事情 然后可以跟你扯上一点关系 这个太难得了 这个没给你处理怎么可以 这可能有可能帮你过 这本来要找你麻烦就找不到的 然后刚好这个东西来了 那你说这个东西 这个案子在台北地研署手上 所以观众朋友 我们要看这案子 后续的发展是什么 因为你也知道民进党 这个事情 因为把徐晓星 如果能够趁这个机会 刚才先讲说 这个要罢免 这种事情民进党做不出来吗 因为你要看说整个 在民进党这几年 尤其是蔡总统 这个乱七八糟的时候 站在第一线 跟民进党对干的人是谁 就是他 然后我们也不得不承认说 有些民进党的侧意 民进党的网军 吃了徐晓星的亏 因为你知道晓星的个性 他就不是罗望哲讲那种 说不要跟他们吵了 他今天不是脱衣服了吗 你要看我 我要你看 他的个性是这样子 所以观众朋友 你要了解说 这个有些民进党的侧意 跟1450 是被徐晓星告到跑 你说这些人 对不对 如果今天游淑会把我告去法院 只要游淑会出事情 我哪可能放他过来 我一定弄得我的所有的水军 一定去围剿游淑会 一定是这个意思的 所以晓星 现在这个是业力的引爆 可是观众朋友 我们回头讲说 他之前跟这些 册11450的这些恩怨 是为了什么 是为了徐晓星个人 不是 是因为民进党的那些弊案 所以我们要把这个弄清楚 你看这个之前 这个晓星跟彭文正 他在做视讯连线的时候 他们讲的一段话 我是非常有感触 他们是做这个视讯连线 因为彭P在跑路 他现在是通气犯 那时候他们谈什么 谈这个民进党的狼性 就是说彭文正 因为他对彭P对民进党 也非常了解说 到底国民党跟民进党的差别 在哪里 就是这个狼性 你这几天看到的是民进党 狼性的发挥 怎么讲呢 就是已经 就是一定要把徐晓星处理掉 所以整个都铺上去 在这个过程里面 除了刚才宣提到刘采薇之外 我最近看到的只有这个人 这个火力在支援他 这个人 尤淑惠 你说黄姐的事情 黄姐你不是之前讲一下什么的 就让我感觉到 当然尤淑惠是友情相挺 但是我觉得相较于民进党这个 你知道吗 这种 大军出败 国民党刚刚 就游淑惠有情之愿 然后叮叮两声这样子 国民党也有情 很担力薄 对抗狼群 游淑惠有声援他 我有在监看 但是其实国民党的火力是不行的 就是为什么 这个民进党会这样子 这么强大 但是宅宣 我的结论 巧幸如果能够挺过 这一次的这种 这样的这个追杀的话 他会变得更强大了 他一定得经过这 我相信淑惠他之前 他也被人家讲那个 不好的事情 之前的事情 民进党一样把你挖出来 就是你今天要 站在民进党的对立面 跟民进党对着干 这个是必须付出的代价 韩国瑜也是如此 游淑惠 徐晓星 王洪威都一样 好 我们休息一下 广告就忙回来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